啊 给我一杯忘情碎 忘了一夜不流泪 所有真心真平 任他与大风随 一夫妇的爱受不畏 又温柔嗓音唱进每个人心中 四岁艾成是马来西亚华侨 二十年前来到台湾发展 参加选秀节目 拿下第二届冠军出道 艾成从小就有音乐天赋 拿着奖杯 站在天王刘德华旁边 开心菜笑合影 艾成六岁就为弹钢琴 在1997年拿下 全马明日之星总冠军 隔年模仿刘德华全国大赛 霍亚军 不只歌唱实力受肯定 还跨界演戏 把军歌当成流行曲再唱 艾成也新兵日记 幽默高笑又不失分寸 获得霍妈们期待 称为马来西亚人 演本土剧将台语也是一流 艾成不只横跨戏剧圈 主持更是一把照 能轻松掌握节目流程 和来宾轻松对谈 艾成不只在演艺圈 展露头角 还把触角声餐饮业 但受到疫情冲击 赔本经营 艾成亲力亲为 却也让自己累到心里神病 艾成哥的艾成离开人世 原本和老婆王瞳 阿修罗等好友 组八旗乐团 要在下个月24号 新门举办艾成来台 20周年演唱会 如今少了主唱 也让乐团成员 失去最坚强的战友 TVBS新闻下面这张 西云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